我们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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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 真实义 愿解如来 真实义 天台试教于既教灌刚中和说 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尼 各位沙咪沙咪尼 各位居士 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呢 跟大家呢 谈到这个 世圣地 当中藏教的世地 那么极地呢 极地是苦的因 那么这个苦的因呢 主要是因为 惑 迷惑 迷惑的体 那么这个迷惑的体呢 主要分两类 就是说见 惑 跟思惑 那么见惑 那么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就是正面上的解释 就是见到位的那个见字 见到道 见地 见到真理 那么就理上来说 见到真理 那么呢 从这个见 正面的意涵来引用 见到真理 这个见是正见 不迷惑那个理 然后呢 你就能断这种惑 以能断为名 叫做见惑 那么另外一个 是用刚好这个见字呢 是负面意思的 就是说 那就是你的斜见 所形成的惑 主要啦 就是你的主要 主要恶见 不要讲斜见 就恶见 恶见包含斜见 身边借见斜等 那么这合起来 这样子的恶见呢 所形成的疑惑 这叫惑 好了 当谈到这个惑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说 那么急就是见惑咯 那还有一个叫做施惑 那么施惑是什么呢 一定要记得 施惑呢 是迷失的惑 注意 见惑跟施惑跟顿死立死 这两对观念是 不全然一致的 它有重叠但不一致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 当我们讲惑跟讲死的时候呢 是不太一样 怎么样不太一样啊 是讲一个讲体 一个讲象 或者讲作用 一个讲体 或一个讲作用 什么意思 我们什么叫做体 体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这样啊 我们要捏一个仁 人像 我要去找一堆土 我找个土 捏土 子捏土 来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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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个人像 但我也可以拿这个土呢 去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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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捏一个葫芦 捏一个香炉 捏一个房子 所以我捏 土是同一个 但捏出来的相貌是各个不同 那么土是同一个 这个土是各个相貌的共同的体 例如金子好了 金子可以打成耳环 手镯 戒指 那么这是相不同 但金子的体 99.9999 后面有五个九的 那个纯度的 我拿去卖 基本上就是那个价格 就是那个金子的价格 长什么样 最终我拿去卖 那个重量就是那个价格 体 我把它认定是金 但长相各有不同 那作用就各有不同 体相 那因此就有不同的用 你一根铁棒 你把它削成尖状的东西 它能斩东西 它能够穿刺东西 可是你把它前面打扁 那你觉得来做螺丝起子 你看 相不同 作用不同 但是那个体呢 还是那个什么 钢筋 还是那个白金体 还是那个白铁体 意思一样的 当我们在谈始跟谈 这个祸的时候 祸是烦恼的体 懂吗 那么这个呢 昨天我看书看到三点半了 我再次的把他这个事情给弄清楚 因为古德在说这事情 有说的部分有限 那最近一位 那么当然就是我们很敬爱的 那个已经原籍的 那个慧姓老法师 他一辈子讲经说法 那么他有说到 他说一些 那没办法 就是有限的资料当中也这样 他自己在录音带里头 是这么说的 他说 你们听到这里不要打瞌睡 他这样讲 他就讲到我这边 他说不要打瞌睡 我知道很枯燥无味 可是这很重要 然后他又接着讲说 你们很幸福 然后他怎么说你们很幸福 他说 以前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那个长老法师就这样带过 那我们就要去钻固子堆 钻了十年二十年 现在总算弄清楚了 有姻缘跟你们讲 你们也逃不掉 你们是学生 逃不掉 我跟你们讲 那我也复习一下 你们就不用再钻固子堆 钻那么久 可见他老人家也在这部分 花了很多时间 我个人也是这样 我遇到老人家讲经 以我们这种鲁钝之人来看 连会姓长老讲的 我们还是有一点 如果再不去看其他的话 还是有一点不清楚 因为什么 讲真的 我在做学生 我还是居学生位 我还是去听长老讲的 我就发现说 如果真的赶时间 你下面真是听不出所以来 真的 重点这样带过去 你根本没办法想 唯有重复再讲 重复再讲 你才会 在哪句话言下有误 没办法 那除非就是表现成文字 它就定在那里 一本书定在那里 一直看 看看走走 走走看看 看看走走 这样 他跑不掉 不然讲的人 就是这么一次讲完 你怎么能够去理解 但 尤其这一部分 真的不是汉传佛教 所固有的 我也可以坦白讲 就是说 除了天台宗以外 没有哪一宗 去研究这件事情 真的 没骗你 都是大经大论上去了 大经大论上去 就带上去 所以我本来觉得说 是不是我没应远听到 那么至少在惠信长老时代 他也说他耗了一二十年 去钻固子堆 然后就把钻出来 有一些心得 那我们站在他的肩膀上 我们站在他的肩膀上 当然我们理解要 要确实一些 那么所以 现在我们继续再跟大家讲 就是说 回到原未来 一定要记得 回到原未来 世间修行的真理 人间修行的真理 就是四件事情 叫做四个地 四个真理 就是苦及灭道 苦的真理 就是这个事情的存在 本身是苦 你必须知 第一个是苦 第二个呢 这是苦的因 你要知 再来 这是灭的 极尽灭相 你也得知 那么你也应该修 那世尊是已经已修 这叫三转法轮 还记不记得 正转 四转 劝转 应该说是四转 四转就是先告诉你 这是苦 你应该知 你都不能知 那你应该断 你不知道要断 你应该离 你不应该离 你应该修 你不知道要修 你应该正 你不知道要正 这是在要不要得的操作面上 但是就有道理来说 你应该知的 你不知 什么是应该知 就是这是苦 你应该知 那么这是苦因 你也应该知 这是苦灭了的相貌 你也应该知 你想 如果外面有人在告诉你说 我卖某一个冰激凌 那对你来讲 冰激凌是什么 没听过 没听过 人家问你要不要吃 你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那么乐见 乐意想要吃 又没吃过 没经验 吃下去的感觉是什么 你没感觉 同样道理 为什么面 你不想去振 你应该要去振的 你为什么不想去振 那你从来没振过 从来没振过 从来没吃过 跟你讲很好吃 很好吃 灭的效果 生命在极灭的状态 是很舒服的 有吗 我觉得还是看上电影更舒服 那个眼前有的 所以你不会想知 所以灭 是你应该本来是 振得之后的事 你哪里能够在之前知 不行 你还是得知 你如果不想 你如果不去知 你心中没有意乐 懂吗 没有意乐想要去振灭 振得那个灭相 那我问你 你没有一个意乐 想要去振灭相 那有多少的意乐 正在吸引你 打球 游乐 旅游 吃好吃的 乃至于男女贪爱 这些都是你 五欲可得的 那你一定跑到那里去 所以你对于灭相的无知 本身就是一种过失 所以灭地也要知 我没有叫你正 我要你知 那从这个角度说 声闻人的这个角度说 我们就因此 我们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理可以解悟 解知 最后解悟 解悟之后再证悟 也就是闻思修 闻 就闻字上面先知道 闻听闻 闻字上先知道 再来思维当中 内化成为你的性格 那就是一种解悟 是一种悟 是一种 透过理解的方式而悟的 这种悟 既没有定 也没有实际的 深刻的观察做基础 这个悟叫做解悟而已 产生的力量是有限 然而 它是必须的 因为这样方向才有 再来 你的意乐才产生 这是传统 的佛教 也就是所谓的 如来禅的教育当中 由教出禅的根本理路 是这样 所以一定要由教 教来开圆解 然后依这个圆解来修正 这个时候呢 刑期解决 你那个解可以放掉 解放掉 说是放掉是放掉 解还在 什么意思 你看你开车 开车的时候 你有没有闻到汽油味 没有 因为汽油都挡在车外 但是呢 恰好正在用汽油 车子往前跑 你有没有看到汽油 没有 有没有闻到汽油 没有 不过你还正利用汽油 在往前跑 同样的道理 刑期解决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那个解决掉了 就不再用了 但不再用不是没作用 恰恰是因为 你要解 理解了之后 然后你去行它的时候 那个解呢 是就像汽油一样 你看不到 可是它是你的推动力 要往前去 这是如来禅的作用法 修法 是这样 当然呢 不会只有汽油 还有那个什么呢 还有那个 气缸 气缸就表示禅定 那还要有开车的技术 那叫做修道的什么 种种死法层秤的内容 那这样你才能真正去开 不过真正的动力 是那个汽油 没有的汽油 整台车子就是停在那 不能动 那那个真正的动力 那就是什么 是那个解 原解 起那个原解 是思维修的过程 思维的 那么思维完了之后 正在开始起行 你那个解可以摆着 但是它隐隐约约 成为你的推动力 那这个时候 该修 怎么样修 方法就多了 因为随个人姻缘 那观这一念心 念佛 乃至于参禅 那都可以 那你有那个解 做基础 这是如来禅的修法 由教出禅 跟传统中国禅宗 特有的禅宗 舍教参禅 从由忠出教 不是由教入忠 忠就是修行的忠字 忠 忠方向 从那个方向单点而入 然后最后悟 一悟百悟这样 不过这样子的情况 相对难跟危险 有危险性 也就是说你的悟 悟在深还浅 悟的方向对还错 会不会累 会不会太自以为是 再来有没有接次等等 这些呢 都古来一直在辩论当中 而且随人饮水 能暖自知 那么这在密教里头怎么说 藏密里头怎么说 它叫做圆满次第 那有时候 在汉传里头叫做 无身次第 就是它没有次第的 叫圆满 一通一切通 可以解释成这样 那么这个在 汉传佛教的天台中 就是圆教的修法 可是圆教呢 它就是 它既有这种圆满次第 无门可入 也有 它最后也是 类似用参禅的方法 可是它用 它用教里的圆解 把你带到门口来 所以你只能踹这个门 你也只能开这个门 这个门一打开 它就是了 那么跟禅宗 无门关 无门 你得要用一个方法 其实那个方法也是门 那个方法一路去 最终对与不对 要有善知识来导引 叫比安全 那么你说自知自证 恐怕不容易 那么这样子的进入 修法稍有不同 前方便有不同 最后用法最终 最后都会离文字 即便天台中也是这样 所以圆教不是一个文字上面 这么清楚说 我告诉你这样修 这样修 这样一步一步这样 不是的 怎么修倒是可以一步一步 但到了后面那一段的话 是没办法用语言说的 意思一样 那么如果你从这个上了解的话 我们回过头来看 那个集的理解也是这样 世地的理解也是要求这样 你得先知道 知道产生意乐 才能够抵抗你对世间五欲的意乐 你要知道五欲的意乐 是久远皆来 如游入面 难以远离的 动辄得久 动念极乖 很可怕 不修则疑 要修你就知道 就是这样 那所以你怎么办 没办法 我们是失败的人 也没有 不可能再停在原地 怎么办 还是得努力 那一错再错 屡败屡起 要屡败屡起 那你说 那最终呢 屡败屡起 要屡败到什么程度 这一身嘛 想办法 这一身告诉自己 既然拜这么多了 我还是得起来 但是呢 最终 我是要念佛求往生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 惭愧跟谨慎的想法 当然了 有大德 它没有那么积极 有那种真正 大心的大德 它确实没那么积极 那这个是 这是另当别论 它各有因缘 那我告诉诸位 古德就在这里头分辨 简 简易道 叫做异形道跟南形道 走到这之前的十字路口上面 那就是一个异形道 一个南形道 所以天台中有一个部门 它会翻转念佛 其实是以什么 如来禅的基础 代理念佛 它是这样 所以它解得越深 它念佛就念得越扎实 也念得越加的欢喜 跟心甘情愿 它不是因为我不能 它当然也是因为我不能 它不是因为模糊的 只知道我不能 而去念佛 它是清楚的知道 那一条断 八十八十 见货 跟八十一品 私货的难度有这么难 所以它能够什么 心安理得的好好念佛 那它也对着别人 想要靠自力来解脱的人 充满尊重 充满随喜 它不去推动 为什么不去推动 因为它不一定适合 对方不一定适合 不过他愿意走那条难行之路 天台中的人 因为知道他难行 很清楚地知道他难行 因为四弟都了解 很清楚知道他难行 所以他会生起随喜心 随喜功德他修得起来 所以学起教法之后 请佛注释 请传法人 随喜功德 忏悔业障 广修供养 称赞如来 他都能修 因为他了解这些道理 所以他 普贤十大愿 愿愿能修 道理清楚 那恰好修这个普贤大愿 增长什么 增长福德 智慧智良 所以以这个又反过来 来作为念佛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念佛 那念佛又更加有利 所以他真的在帮助我们念佛 那么这样你也知道了 所以你看他要 我们要去知道四地 佛陀在原始的 在他的教法当中 最朴素的教法当中 他就从这里下手 从修行 人间立足点的修行 四个圣真理 圣真理 圣地 四圣地 四种神圣的真理 为什么是神圣 因为唯有圣人可证 唯有佛教的圣人可证 非其他的 什么回教 基督教 儒家 道家 等等 这些 他们嘴里的贤圣可证 不是的 是只有佛法里头可证 所以他名为圣 世间人 就是世间贤圣之人 贤 世间贤人 世间圣人 你要讲圣也可以 可是那个圣的标准 跟佛法是不同的 佛法的圣一定是 出离三界 以上的人才叫圣 这里头分小圣大圣 这样子 那么 那么这叫圣地 那因为能帮助你 入圣位 出轮回 入圣位 叫做圣人 所以他叫圣 圣地的圣 那么地是真理 所以四种能带领你 入圣位 出离三界 是圣位 的真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真理 那么你 什么叫做贤 那么极地 我刚刚讲 极地 有一个在贤货 有一个叫私货 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一个在贤货 有一个是私货呢 因为 人世间的事情 就是两种事情会迷 众生就是因为迷 才入轮回 那轮回 就是因 轮回 轮回呢 的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迷 你才会轮回 迷 迷什么 迷这件事情 就叫极 一切迷的因 的极合 一切轮回 因的极合 叫做迷 迷有时候用中文 用一字话讲 叫做货 货业苦 因货造业 因业受苦 因苦又生货 因货再造业 因业再造苦 十二因缘 也是这样来的 货业苦 所以一定先有个货 你看十二因缘 无名缘形 行缘事 事远明色 明色也六入 从无缘形之后开始 明色 明色六入六润 处处元寿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开始造业 因为 事 无名缘形 行缘事 事就是一种 自我认知跟掌养 想要投胎 爱染之心 这就造业了 从这里一路就造业 造业之后呢 有缘 爱缘有 有缘生老 病死 有悲苦恼 这就是苦 你看看 十二因缘 也不过三个字 货业苦 货业苦 好了 那 吉地是什么 吉地就是货 吉地就是货 那苦地是什么 是苦 那中间怎么没有一个业呢 因为 有因有苦 有因有苦 这两个端 中间造业 就是你人生 种种的事情 你之所以会造业 其实不是你主 不是你 你做什么事 叫做造业 我问你 打个喷嚏算不算造业 不算的 他叫做无忌 当然你叫做无忌业 也可以 打个喷嚏 既不让你入生死 也不让你造什么恶业 也不会 除非人家在考试 你故意在那打喷嚏 就惹恼人了 不然在一个正常状态底下 你没有恶心 然后你在旁边打个喷嚏 大概没有人会觉得 你干扰到他 对不对 除非大家都在考试 你来一个 全场的吓一跳 那这样人家会揍你 你让人家吓到了 除非是这样 不然在一个正常状态 我们生理反应 打个喷嚏 既不贪 也不撑 是不是这样 除非你自己在因为打喷嚏 在骂自己 我为什么一天到晚打喷嚏 不然他也不贪也不撑 他是一个中性 那么 所以说 中间为什么没有谈业 为什么没有谈业 因为有祸一定造业 所以 既然真理 核心的真理 是谈那个祸为根本 祸业苦 祸业苦都是从祸来的 都是从祸 没有祸 就不会造恶业 也不会造轮回业 那就没有所谓的苦 所以一切从因上来 那么结果就是一个苦 那是人生的事项 所以说 在 谈苦的因的时候 一定就是这个祸作为因 那祸会祸什么 就迷惑了 迷惑什么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我说了恩赐了 但我再说一遍 人世间会迷惑的 就是两类会迷惑 一类是什么 对道理的迷惑 第二类呢 对事件存在之事物的迷惑 就两个 就两个 你会迷惑的事情 就大分这两类 你看这古人真是厉害 分类是最难的 分类代表一种眼光 圣人才有办法 这样子分类 迷惑 你说我迷惑 开飞机我不会开 也算迷惑 是不是 脚踏车我不会骑 也算迷惑 电脑不会用 我也算迷惑 那你要怎么分法 圣人就是有办法分 分到只剩下两种祸 人间的疑惑只有两种 一定记得 迷于理的祸 迷于事的祸 如果是这样 那你就知道 为什么 集有两种祸 叫做见祸跟思祸 因为一见祸迷理 思祸迷事 思不是事 思祸迷事 思想思维 思想思维 你的习性产生一种思想思维 这种思想 这种思绪 应该讲思绪 也不要讲思想 思想有时候 让你想成对道理在思想 思绪 你的思念思绪 是对事情 对事件的迷惑 这是分得很清楚的 不像说历史跟顿史 有时候混到一块 利中生顿 顿中生利 这是不是的 这不会 迷于事就是迷于事 迷于理就是迷于理 理不可见 是概念 叫做理 是可见 可摸触的 可摸触的 那就是是 那我说过 同样叫摊 是基于理的迷惑生摊 还是基于事的迷惑生摊 那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一样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这样子 这个 我常讲 我说 这个古人 中国人有句古话 他说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这是概念而已 没教你为什么 就是畏己 这个是畏己这样 这个时候 我刚才有个面包 在哪 我一想到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当你想到这件事情 说畏己的意思是什么 就抢到那块面包 获得那块面包 至于那块面包好不好吃 重点不重要 因为重点在于 我没那块面包 我又饿到 不管了 好不好吃不管 我是伸手去的 因为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那我就畏自己去争 所以理所当然 你就去争了 这是因为理所造成的瘫 本质上不是那块面包在吸引你的关系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你根本没听过这句话 什么人不畏己天诛地灭你从来没听过 因为老师在讲这个成语的时候就像成道一样都在打瞌睡 没学到这个成语 所以他还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呢 这块面包我认得 I got it 我认得 因为我吃过 有够好吃 所以我不管人不畏己不畏己 我看到的时候就对视了 我看到了 想到我以前吃过那个感觉 或者我就是肚子饿 我才不管胃不畏己 我肚子饿我就是伸手要拿了 我管他的 你告诉我什么道理不道理都没用 我就是爱吃 伸手去拿 这是对视 两个都贪了 一个是被教育出来的 一种错误思想教育出来的 他本质上面不是因为那件事 那个存在的对象在吸引我不吸引我 是一个概念在导引我做那件事 这样子起的贪 迷礼之贪 那也就贪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我吃过 或者我看起来就好 就好吃了 很好吃的感觉 那照相照起来 油脂脂的 那个样子 哇塞 太好吃了 那我要去拿 那个不一样 那是迷离 一个是迷失 我常讲个比喻 我说 失恋的人 我们跑去跟他讲说 哎呀 这个天涯何处芳草 他会冒烟 天涯何处 谁不知道啊 你又不是我 我现在就是被人家劈腿了 我被人家小三了 我恨 那个就是迷于礼 迷于礼的人 迷于事的人 他眼前 我当然知道你的道理 道理没用 道理没用 那个事情遇到了 那个在事当中的迷 什么道理都没用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讲 他说 正在事项中的苦 的受苦之人 不可以自拔 当以情动 不可再用跟他讲智 讲智就讲道理 不可以用自拔 用智慧来辩论赢他 我来来 我们来辩论一下 关于天下何处芳草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你跟他辩赢了也没用 我管他芳草不芳草 我就喜欢这根草 你怎么样 他就这样 他就这种态度 这就是迷失的谈 你的道理对他没用 道理对没有 那么什么是迷离的谈呢 人家讲 哎呀 这个什么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那我就出去了 我就出去外面参加什么 参加男女联谊会 我去找窈窕淑女 因为君子好求 所以男追女合理 天经地义 我去找 那个是窈窕淑女 我去建构她的道理 如果这个美女 在我旁边的话 我会更加有身份 如果怎样怎样 他根本没跟这个女人讲过话 他在脑子里头建构一些道理来 然后就伸手准备 动脚准备去找那个女生 这是道理 如果突然间有人来挡你 说不要 他蛇蟹美能 那个女人 外相很美 嘴巴像蛇蟹一样 你要靠近他 凭你这家伙 你会死得很惨 真的啊 算了 再美我也不要 你看 他还没有投入那个事项之前 道理说得通 那我可以不要 譬如说这样 你不要看她漂亮 她是酒家女郎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笨蛋 到时候你戴绿帽 你很惨 真的 不要 你马上说不要了 你还没投入那个事 你这个理性上你会OK 不要 你看 这就可以 所以事项上的贪是容易断的 不 理项上的贪是容易断的 所以都讲贪 理上生贪还是事上生贪 事上生贪 有时候一见就钟情 没有救 没要救 最好让他不要相见 相见就死人 这就是理 事项上生贪 这就是为什么 出家到场 男女个别 原因在此 我不知道你会哪一种生贪 罚 有时候跟你讲 到底讲不动了 你的五百世的夫妻 一见了面挂了 就贪爱生起了 就这样 所以 讲贪的时候 一定是天底下 一定是两种贪 对理生贪 还是对事生贪 一定是这讲两个 换句话说 为什么极地当中 会谈两种贪 贪业苦 贪就是 就谈 谈那个无明体 那个叫做 知莫无明 那种 那种无知 迷惑 迷惑一定只有两类 于理上的贪 于事项上的贪 好了 这是体 当讲到这个的时候 这个 要重新再跟你提醒一下 这样子的贪 迷理的贪 跟迷事的贪 一个叫做贱货 一个叫做私货 这两种货是体 是体 注意听 是体 体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不讲的吗 精子 是体 但是长什么样 把它打成什么样 它就有不一样的作用 这个时候才谈史 再来谈史 史是这样来的 我在之前 我稍微有给大家一个印象 我会这样讲 我会说 那贱货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这八十八十 当我讲贱货是什么内容 原来是八十八十 来 我问你 我问你 什么内容 我语意上位会可能 有点会让你误解 不是说八十八十 都在一块 叫做贱货 不是 八十八十贱货吗 不是 我能不能这样讲 我能不能这样讲 我说 有耳环 金耳环 金项链 金手镯 金戒子 这四样东西 合到一块 叫做金子 不必 不是这样 因为它每一个就是金子 不用合到一块 才叫金子 是金子造出 这几样不同的东西 听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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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所谓的贱货 是那个体 所谓的八十八十 就是都是因为贱货 生出来的相貌 那问题是贱货 我跟你讲贱货 是一个模糊的体性概念 我只好跟你讲说 你看这个八十八十的外相 你大概就知道 原来那个叫做贱货 是这个意思 是由相来看体 其实贱货是一个体 它遇不同的对象 产生了烦恼的疑惑象 象出来 那个体 疑惑体 叫做贱货 那长出来 遇到不同的对象 长出什么呢 长出不同的疑惑的长相 比如说 对于身体 它执着那个身体为我 这是就肢贱上面的无知 所造成的疑惑 那它长成什么 长成一个对身体 执着的这种相貌 我们给它个名称 叫做死 叫做生死 生贱 就生死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说 有十种死来对应 它总共会长出 十种样子来 叫做生边戒见邪 生边戒见邪 然后 这个 贪嗔痴慢 会长出这十种样子来 这是由贱货来长 也可能由私货来长 我刚刚不解释了吗 光一个贪 它是一个见货 也可能是私货 我说过 迷于氏的贪 跟迷于礼的贪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 长出来的样貌 名称是一样 可是背底里 那个体是不同的 一个是迷于礼的 那个货体 叫做见货 一个是迷于 氏的那个体 叫做私货 叫做私货 这两个不同 那长出来的样貌呢 各自千差万别 不太一样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来讲说 在剑上面 长出来的 那些烦恼 那些烦恼结 烦恼的相貌 有几样 有八十八种样子 就是八十八 那么如果有 迷于氏的 那个私货的体 它长出来的烦恼 在三界当中 有几样的 十四 十样 那十样 在玉界当中 有贪 撑 吃 慢 在色界当中 有贪 吃 慢 在无色界当中 这样七个了 那在无色界当中 也是贪 吃 慢 合起来 十个 长相 就十种 迷于 迷于 四 只有这十个样子 在三界当中 就这十种样子 那么在玉界当中 只有长出四种 贪 撑 吃 慢 于是上 依于是 所生起的 那种 于是的迷惑 所生起的 疑惑 像 只有贪 撑 吃 慢 这四种 但这四种 我们往后会谈 刚好分九品 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这样 那身九品 是什么意思 强度 严重性 严重性 跟什么 违细性 越粗的 容易断 越违细的 难断 那这就从难断 到容易断 这样的分九级 这是大分而已 大概的分而已 其实它是 continue的 它是延续状态 那必须要 从同一个方法 一路修 修到 能断 越断越细 越断越细 断到最后 全部断光 这什么意思 你的经验中一定有 你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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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你修忍耐 刚开始人家这样 刚开始人家是这样 某人 帮我拿个什么 你光这样听 你就起抓狂 你口气怎么这么差 忍不住 这样后来叫你说 咖啡喝少一点 精神状态 比较稳定一点 这个时候 某人 你帮我拿什么 算了 不要生气 开始忍得住了 这样叫做 你已经把粗烦恼 忍得住 忍住 但是渐渐人家细烦恼 某人 能不能再多帮我拿个什么 你开始这样想 你已经今天叫我三次了 我已经忍到极限了 你第四次叫我 我发报 本来叫我第一次我就发报 现在叫我第四次才发报 可见你功力增强 不过最终还是爆掉 为什么 还没成功 然后你会知道你究竟还是进步了 这就是第一品上品 上上品的称已经给你 撑住了 现在上中品 往上中品的方向排除 同一个 从头到尾就修一个什么呢 就修一个要忍耐 但这些修法当然各有千差万别 可是效果呢 效果就看你能忍到什么程度 最后忍到什么 忍到忍无可忍 没有什么可以忍的 你要怎么样都好 最后像忍入先人那样搞的 实在厉害 干嘛 忍入先人被误会 被误会 跟皇帝 跟人家国王的女人 搞暧昧 那国王气起来 就把他给砍了 砍了之后还刻意问 那个忍入先人说怎么样 我砍你一手你如何啊 哎呀我修忍住 我不能不生气 还真行啊 那我再砍你一手 我还有这种国王你看看 够狠 那再砍他一手 他说我修忍入 最后把他手脚都砍 你怎么样 他说我就要死了 不过我发愿 我这样修 将来如果成佛的话 先渡你 那就是释迦佛 那这位老兄呢 就是阿诺乔成儒 后来的阿诺乔成儒 是他的舅舅 他听到这样 忍入先人这样 他知道自己造罪了 我完了 我这样搞的 我真的太过分了 还跟他求忏悔 那一切都造了 不过当然忍入先人 就是忍入先人 他就有办法 后来能够度他 好 那这就是你看看 对事项上 他是用品品来断的 我已经讲到后面来了 是品品来断的 不是一样一样来断 所以为什么要论品 不论史 因为史也就只死史而已 问题是他那个史是难断 因为遇事的事情是难断 到底这件事情 忍到可什么程度呢 你看 男女最多困扰 我们来谈一下 你看 我常常在报纸上看到 最近有位 有很好笑的 报纸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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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在吵架 那么吵架的时候 后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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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 男的居然不小心 被女的给刺伤了 后来好像刺死了 刺伤了就对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台风天 大家说 要去哪里吃饭 要去哪里买东西 那女生就跟男生讲 你应该去买 男生就说 什么事情都是我干 为什么你不去 然后吵起来 最后警察出现 然后他就说 个子就抱怨 抱怨什么 他说 男的就说 吼 这个女的吼 不上班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什么都不干 然后呢 我得去赚钱 养这个人 像个 像养一条猪一样 什么都没干 这样子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那这次呢 台风这么大 他居然还 逼着我 在这么大天 这么危险的地方 非得去买披萨给他吃 不可忍 你看看 他之前他都忍下来 你看看 今天在这个状态之下 忍不下来 你看看 所以他忍他是会逼的 从一件事情 他可以忍一下 这个好 那个好 那个忍 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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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然後爆炸了 所以你一定有一个职是能忍 这就是都在对事情上讲的 他不是用道理说的 事情上怎么样逼得住你自己 这个是在论评 懂吗 这样叫论评 所以他不会论说 你要断撑 你要断 你怎么断 你怎么断 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断掉 你是看你能够断多少 所以他论品 他不会论相貌 对吧 你就马上断称 没办法 但是概念可以 比如这样 我应该生气的 我当将军的人应该生气的 他就老生气 老生气 人家跟他讲 你生气你将来下地狱 你看你还生气 管你当不当将军 将当将军 地狱留将军也很多 你怎么不将军 你看你要不要生气 真的 我不能干将军 为国为民 结果我下地狱 这太亏了 我下次不要生气了 你看他想懂 他就不会告诉自己 我应该生气 但是真的遇到事情 还是生气 那就是迷失 但是在道理当中 一说通 他就说OK 那我不要生气 他马上就接受 所以在理上面 他可以很快 但事实上就是难 我说过太多这样道理了 好 那么你如果懂 这样子的话 我们回过头来再讲说 这就是所谓的 迷失跟迷离 虽然他都有同一个死 所以同一个贪的名称 同一个称的这个名称 叫做死 贪生吃慢移是死 是死 是顿死 虽然都有同一个名称 但是因为造作他的 内在的那个离体 那个无名体 那个叫做祸体 是不同的 一个来自于迷世 一个来自于迷离 所以他的容易断不容易断 长相如何 是有不同的 有不同 这个时候就能解释 为什么在贱货当中 断是论死不论品 在吃货当中 是论品不论死 因为难度的关系 面对事情 你断他有的难度品位高低的问题 那见解上面 为什么会那么多事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就是 你对真理不了解 我刚讲回来 我从头讲回来 就是他对四个真理不了解 苦及灭道的真理 有四圣地 我刚刚开始讲 四圣地不了解 我们正讲这一部分 四圣地的不了解 那么四圣地的不了解 一再的说明 看那个讲义是这么说的 阿比坛新论当面 是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原始的句子 这个句子 是最比较原始的 后来到了 据说是旧句舍论 我没找到 在《大藏经》里头 目前的电子藏经里头 也没有这段文 道是在《维士论》里头 引了这段文 留下了这段文 只有少许的制造不同 就所谓的 那原始的文是在这样讲 他说 下苦于一切 那么这个下苦于一切 就是苦下聚于一切的意思 那么苦下聚于一切 那么什么是苦下聚于一切 第二句是 离三见行二则 其实是这样 三见行二 行二是指极跟灭 那么三见是什么 就极灭出三种始 生死 生边界 三种始 所以生边界界界 我自己背是这样背 偶尔有些古书 写的不一样 这是生边见界界 后来我看蒙润大师的表格 他跟我自己背的是一样 生边界界界 因为生边界界比较顺 所以见一珠也这样背 生边界界界界 刚好断前面三个 刚好把全面三个去掉 那就是极地跟灭地所要看 那么为什么是极地灭地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文 下苦于一切者 下苦有一切 就是有始始 下苦是欲戒苦 叫做下苦 那上苦就是上二戒的苦 那么下苦 下苦是欲戒苦 于中行一切的十种烦恼 十种烦恼 这个是阿比坛心论 就这么讲 讲得很明白 那么杂阿比坛心论 有这样说 与贱苦相为固 贱苦断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与贱苦相为固 贱苦断 就是说 这十种史 在苦地下 有十种史 但这十种史 只要贱苦 就相为了 相为就没有了 就不会有了 你只要贱苦 因为苦地下是什么意思 苦地下修 有十史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知道是苦 你要知道是苦 贱苦就能断 你就知道了 断就不要了 你比如说这样 这一罐清清如水 要不要喝 你说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要喝你就知道 要喝之前 人家跑出来跟你讲 别喝 那是虽然看起来清清如水 可不是水 是剧毒 这样 那我不喝了 你就断了 你贱的这件事情 原来是赌就是苦 见了他 那你就断了 你就不喝了 那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都在苦中 因为不知是苦 不知是苦 你就当然就在苦中 以苦为乐 这叫颠倒众生 所以要离苦的第一件事情 是知道什么是苦 懂吗 什么是苦 十种是苦 身边借贱邪 贪嗔痴慢疑 是苦 是苦 那么 生 生见是苦 我说我们已经讲过 我不再重点讲 生 生是苦 那么执着生的长根断是苦 你执着他就是苦 我们讲苦地就是 当体是苦 所以我只要见到他本身不快乐 那我就知道了 这些事情确实是凡夫可修的 真的是这样 你比如 你比如说这样子 你比如说我们以前 年轻没学佛 没学佛我们 去读书的时候就好玩 男女 无非就这几样 要不就是上完课之后 去喝酒 去哪里玩 然后寒暑假的时候 一定的大学生活 就搞一个什么派对 然后去跳舞 刚开始 没学佛的时候 觉得有点羡慕 因为人家书上不都已经写 那就是大学生活 有你玩四年 University 就是有你玩四年 就这样 但是大一开始学佛了 我就算是看见 我那个同学去跳舞回来 也没比较快乐 反而若有所思 我就这种感觉 我还好我没去 虽然我也很想去 还好我没去 因为这本身不快乐 慢慢的一点都没有什么影响 吸引我说我要去 因为我感受到他没有快乐 而且甚至于在某个意义上 还蛮苦的 为什么他回来若有所思 然后宿醉两天 没什么好日子过 是这样子的 那有什么好 我就眼睁睁的看他这样 我们还不同寝室 但我回来 我就看他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脾气也暴躁得要命 因为若有所思 自然脾气暴躁 我在想这何苦来摘 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他们这些相片 我男生女生的相片 我一看 更苦 因为那里头虽然笑得很灿烂 那个样子 但是我背后总感觉一个苦闷 一个获取不得的苦闷 我总感到这样子 我觉得我对我这种看法很满意 这就是知道他苦 同样意思 身见是我们最愚蠢的 我们执着身为我 那么这执着身为我 有时候面对一些概念的时候 我们老是用那个我去看他 就没有把他看清楚 那么就去执着了 比如人家讲我一句话 然后我们就那么生气 那个生气当然起撑 起撑可能是情绪性的迷识 不是迷识 但有一些人他真的是迷识 他真的是迷识 他认为 人要讲道理的 为什么你对我讲那个没道理的事情 我要生气 所以他就更可怕 他那个生气就更加有道理做支撑 那就是迷语事 迷语理 那就是迷语理 基本上我们在理解佛法的时候 慢慢过程的时候发现 不能生气 这样没道理 但那是也一定有因果的 我今天生气是基于我的执着 所以我不要生气 所以我还是会生气 因为理上面 理上面虽然懂事项上还是走不过来 我们有可能会这样 可是这个时候生气不会那么理所当然 我常常在Facebook上写 我说我们是凡夫 起贪嗔痴是难免 但是应该要知道 这基本是不对的 你得要先知道不对才可以 这就是叫你断什么了 叫你开始排除理的祸 本来认为他真是应该的 现在不可以 所以 这个十种事项上的苦 当体是苦你要个别知道 生见边见 这个戒取见 这个见取见 见取见就是错误的执着 修道的价值 修道的结果 外道的那种价值 错误的执取 这个叫做见取见 再来斜见 不了修行的因果 不相信 那不相信的本身 就造成了斜见 而这当下就是苦 你要知道这样 当下当体是苦 在苦地下修是这样 修他当体是苦 观他当体是苦 你要知道 那么这就是苦下去 一切它就有十种 贪也是当体是苦 你要知道 基于 我 我值的理 所推论出来的贪 当体是苦 那么再来 基于我值所起的贪 谜于理 所起的称 也是苦 所起的吃 也是苦 所起的慢 也是苦 所起的 这个 这个 疑 也是苦 我值怎么起疑 就这样吧 你算老几啊 凭什么你说了算 我不听 你说那个佛法有道理 我看你法上法是这么年轻 你讲这么头头是道 讲的嘴角都是口沫横飞的 我不信 我自己去看才算 有可能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那这样就是 基于一个道理的推论 你不想相信 这个当体是苦 因为他说了对不对 那你先听嘛 你先放下怀疑 你听看看嘛 如果是佛法 你得嘛 你何必这样呢 不 我就是不要 你看当体是苦 这种疑的当体是苦 OK 好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阿比达心论里头这么讲的 那么就是 与贱苦相为 接着呢 离三贱行二者啊 这是吉跟灭 两个 离三贱 死死当中离三 那不是剩七吗 所以说 各七行 生贱行于五阴的果 那么习者为戏不现 事故于中不行 这个是生文的角度说法 叫做为戏 他才会讲为戏 在大乘里讲 就不讲为戏了 说他是在阴上为祸 祸的话是无有色相的 那因为 杂阿比达心论 跟阿比达心论 意思是一样 是说一切有部的概念 说一切有部 他把意识心 他把一切的业感 通通认为是色相 只是很维系不可见 这样而已 维系不可见 就是禅定中也见不到 这样概念 他把一切业都当作是有相 有相 蕴藏着一个很维系 很维系的能量相 能量 物理学长叫能量 很维系 他不可见 那么他讲习也当作是这样 习就是那些烦恼种子 种子他认为那是一个维系不现 知道这样 我们要用大乘 但是引的是小乘文字 要知道 那么他认为 大乘里就直接就讲说 那不是什么维系不现 是根本上就在阴体上 阴 阴 阴果的阴 在阴上面 所以 这个是果 身见跟边见 跟戒 都是果 怎么讲 都是果向上的 因为你怎么持戒 你靠身体持戒 那么在讨论 极的时候 是讨论那个 业 祸的阴 祸的阴是一种 心理上的素质 心理上面的迷惑 他不是在讨论一个具体的果报体 他不讨论这个 所以你在极上面 根本就不讨论 跟依于生而有的边界 也不讨论依于生而有的持戒相 所以 生边界 在极上当然要撤 当然不用讨论 就不用去思维 所以 在极地的真理上面 他只会有七种疑惑 前面这三种生边界 是不用讨论 也不会发生的 那因此只讨论这七种祸 你要去断除 所以要七十 想懂吗 一定不懂 但是你去看书思维 记得我的话你就会懂了 你会懂得很快 好 向下文长 赋予来人回向 众生无边誓言度 烦恼无尽誓言断 法门无量誓言学 佛道无上誓言成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账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众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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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课 沙 前祝 沙 沙 沙